掏空湖人的提湖队近十年的操作是什么水平 2011年提湖还叫黄蜂队的时候 保罗和蒙蒂就在这支球队共事 当时湖人、黄蜂、火箭做了一笔三方交易 具体方案是保罗去湖人、加索尔去火箭 黄蜂得到奥多姆、马丁、斯科拉和德拉基奇 当时黄蜂队正在挂牌出售 处于联盟托管状态 NBA以篮球原因否定了这笔交易 最终快传送出戈登、阿弥努、卡曼和2012年的手轮签 从新奥尔良带走了保罗 2012年汤姆本森用3.38亿美元收购了黄蜂队 蒙蒂代表黄蜂抽到了状元签 选中安东尼·戴维斯 另外从保罗交易中得到的手轮签 变成了第十顺位的小李福斯 2013年黄蜂改名为提湖队 他们在这一年用6号签选中诺埃尔 随后用诺埃尔加一个手轮签 从76人换回朱霍了迪 2015年蒙蒂·威廉姆斯下课 金特里成为主教练 提湖用18号签从火箭换回阿希克 2016年提湖在手轮第六顺位选中西尔德 一年后用西尔德加17年手轮签 从国王换回考新斯 17-18赛季 一年330万签约龙多 用阿希克加18年手轮签 从公牛换回米罗蒂奇 这套阵容当赛季取得48胜34负 双塔都入选了全明星首发 不幸的是考新斯赛季中期跟剑断裂 赛季报销 提湖在季后在以下课上 4比0横扫西部第三的开拓者 这也是农媒在提湖的最后一战 一年后农媒提出交易 被送到胡人 提湖拿回球哥 英格拉姆 约什哈特 和三个手轮签 两个手轮互换权 2019年 提湖以6%的概率 抽到状元签 选中西安 把胡人的4号签交易给老鹰 换回8号签 17号签和35号签 分别选中海斯 亚历山大沃克和西尔瓦 20年第13顺位选中小刘伊斯 用霍勒迪换回熊鹿队 2527年的手轮签 和2426年的手轮互换权 21年第17顺位选中特雷莫菲 次轮35顺位选中赫伯特琼斯 球哥被签换到公牛 换回萨托兰斯基和一个次轮签 教练也从金特里换成威力格里 2022年 用一堆浓媒交易的剩余资产 从开拓者换回CJ和小南斯 胡人今年的8号签 仍然属于提湖 另外 胡人还欠提湖一个手轮签 和两个手轮互换权 尽管提湖打进了季后赛 但真正的挑战是西安的续约问题 这位三年只打了85场比赛的状元 可以在今下续一份5年1.85亿的合同 假如下赛即入选全明星 西安会触发罗斯条款 合同金额将飙升至5年2.23亿 在如今这支提湖队 复出后的西安能否找对自己的位置 才是提湖持续进步的关键 胖虎 Pancor I'm Pancor Pancor